经文《李京离世》。 林波,过新年都要为故人哭。 汪曼玲,左,把李京过世的消息告知林波,并透露林波印象中,李京冰雪聪明。 互联网。 宗和迅,有娃娃影后之称的邵氏女星李京,前天被发现到毕泽于永玉所,中年69岁。 李京辅出道即备受邵义富力捧,火速走红,当年跟方一华和和李里被称为邵氏三大红人,李京更于1965严评于美人或亚洲影后殊荣,当年可谓前途无限。 资深传媒人汪曼玲,把李京离世消息转告当年有份演出于美人的林波,汪曼玲写道,李京逝世,第一时间把新闻转给林波及青霞,波姐哀然长叹说,过新年都要为故人而哭。 李京当年在于美人担任女主角,林波反串。因为邵氏力捧李京,林波也要在片头特别地介绍李京出场。 在波姐印象中,李京冰雪聪明,学东西上手很快。拍黄梅调电影,师傅教导下,非常容易上手,演出也是一板一眼,极具前置。 是聪明绝顶的一个人,又横海派和阿沙利,讲一起,又怎会有如此的结局呢?只有惆怅无奈。 何李李,死了没人知,好凄凉。 当年有传李京与何李李争宠,身在外地的何李李昨天才从香港记者口中得惜李京死讯,他听闻李京暴毙数日才被消防员破门入屋发现,他更难过。 他称一个人这样离开,任何人听到也会伤心,死了没有人知道,好凄凉。 提到两人点滴,何李李一数,李京进少事时期比他早,两人仅合作了一部《十四女英豪》,不过也没什么对手戏,所以没太多接触。 他也很少跟其他演员一起,一直都是独情侠。 刘勇接受传媒访问表示,跟李京没有合作过,但他们在麻将桌上相识,透露李京当年爱打台湾牌,每次输赢赦金额是六位数字。 陈欣健的太太有情当年也是少事女星,在六七十年代经常和李京打台,颇有交情。 陈欣健接受苹果日报电话访问称,那时候李京、方莹、汪玲都跟我们打牌。 我接触过的李京,为人好幽默、活泼。 后来他吸引,在红看遇过他一次,那时候他跟母亲住在红看。 他跟我说,生活好悠悠,有空就散步,又找了个助理每天读报给他听,不过后来他好像突然消失了,就没再见过他了。 袁华与袁秋对于李京离世一大表晚期,袁秋说,记得我做过李京的替身,当年我跟他身形相似,真的好可惜。 侄女授权邵音音处理李京后事。 李京7日好友邵音音会与邵氏之友Lewords Ad群组一起筹办李京的身后事,他还透露李京侄女原定2月26日会从上海来港办理李京的后事,但最终因证件问题,未能在该日子来港,故将授权邵音音处理李京后事,邵音音也会和马海伦稍后时间去认识。 邵音音音接受明报电话访问表示,有待警方给他授权书才能办理李京的身后事。 他又补充,由于领事等文件是一官一官的代批,相信并非一两天可以办理妥当,带有进一步消息才在公布。 李京曾是娱乐圈小富婆,可惜退出渔圈后投资股票失利,甚至传他陈你赌博而负债累累。 由指跟李京同属南国实验剧团第二期同学的郑佩佩,不然李京献困境,曾经找过六叔邵义夫帮忙,拒之向华强十多年前也曾应前夕丁佩要求,为李京交过一年房租。 但拒之后期李京无法解除毒瘾,身边有人爱莫能住,亦有床李京晚年患癌,曾接受化疗,身体状况转叉,病时又缺乏亲人照顾,无限凄凉。 马海伦也会协助办理李京的身后事,他跟李京是半世纪的好朋友。 对于有指李京曾患癌症,马海伦表示知道这消息,但人已走了,希望死者安息,如果他有病,离开对他也是一种解脱。 据称马海伦也曾经记上帮助对方,但马海伦婉具回应有关问题。 ,可解呀! 噢! 哦! 谢谢观看